男人站在起重的飞机前 被强大的吸力吸进了飞机发动机 可等救援队去帮他收尸时 男人的脚居然动了一下 原来就在刚刚 男人是飞机场的搬运工 他和同时负责往飞机上搬运行李 男人担心行李里有一碎物品 所以搬运的很小心 结果同时觉得男人故意摸鱼 一把抢走行李扔进车里 并且还在装满拖运车的情况下 直接把一包行李放在了驾驶位 结果导致行李压住油门 行李车失控开了出去 一路上把刚装好的行李都甩飞了出去 男人见状马上开上车 朝着失控的行李车撞了上去 行李车翻倒在地才阻止了这场危机 男人高兴的向同事欢呼庆祝 结果没注意到后面正在启动的飞机 直接被吸了进去 同时立即拨打了救援电话 领导向队长说明的事情经过 并且男人还卡在里面 应该是凶多吉少 希望队长把死去的男人抬出来 队长赶紧让队员准备工具 并且让旁边围观的群众离开 因为等下的场面会非常血腥 结果就在这时 男人的腿动了一下 我的天哪 男人居然还活着 队长立即命令队员拆下发动机 务必要把男人救出来 等到队员把飞机拆个金光 男人也终于被救了出来 奇怪的是 男人身上没有一处致命伤 反而都是皮外伤 这情况下在场的所有人都大呼幸运 而队员在发动机后面 发现了被打歪的高艾夫球杆 队长判断 应该是球杆挡住了飞机的涡轮 才把男人救了下来 结果刚说完 围观群动里一个男人晕了过去 看来昂贵的高艾夫球杆 应该就是这个男人的 男孩在鼻子里塞进一个玩具车 怎么也取不出来 父亲想带他去医院 他却害怕的躲在房里不愿下来 没有办法 父亲只好拨打了报警电话 很快 消防员一闪电白的归宿赶来 他问男孩为什么要把玩具塞进鼻子里 男孩却回答 想测试一下鼻子的深度 这个答案让消防员都笑出了声 接下来消防员想带他去医院取出 男孩却拒绝了 因为他从小就害怕医院 消防员问他为什么 知道了男孩不去医院的原因 消防员答应男孩 只要下去就不用去医院 自己就可以帮他取出 并且一点也不疼 男孩这才同意下去 随后消防员用手堵住另一个鼻孔 让男孩喷气 玩具却一点都没有动 消防员只好拿来钳子 随便用钳子捏出来 男孩看到钳子更害怕了 立即询问会不会很疼 消防员保证一点都不疼 他让同事帮忙固定男孩头部 然后用钳子捏住玩具 用力一拧 男孩已经疼得大叫了起来 消防员一狠心 直接用力把玩具拽了出来 就在大家高兴时 男孩却大骂消防员是个骗子 虽然没能说话算话 可好歹帮男孩度过了危机 结果消防员刚走 接线员又接到了父亲的报警电话 说又有玩具卡在了鼻子里 消防员只好再次返回 结果发现 男孩的父亲竟然把玩具卡在了鼻子里 父亲说自己不相信玩具能卡进去 就自己尝试了一下 现在才知道真的取不出来 消防员看到十分的无语 果然有棋子必有其父 那么问题来了 你小时候往鼻子里塞过东西吗 一条毒蛇正爬向婴儿的床 而孩子的父母还在外面过情人节 此时的毒蛇已经被孩子手里的铃铛吸引 就要准备攻击婴儿 或许是母子连心的原因 母亲想通过监控看看孩子 但却被男人阻止 男人说好不容易有了二人世界 不希望被孩子打扰 并且家里也有保姆 好在母亲一再坚持 终于打开了监控录像 这一看直接把母亲吓傻了 毒蛇正在向孩子爬去 并且保姆也不在身边 男人立即拨打了求救电话 消防员接到报警赶来 敲门门回应后 消防员直接破门而入 队长立即吩咐队员寻找婴儿房 顺着哭声 队员们顺利找到了婴儿 还好来得够快 婴儿并没有大碍 而毒蛇已经离婴儿越来越近 如果再晚一步 很可能发生不可挽回的后果 队员赶紧用盒子盖住毒蛇 这时婴儿的父母也赶了回来 妈妈立马关心了报警孩子 父亲也向队员表示感谢 妈妈说孩子一直由保姆看惯 可保姆也不知去向 消防员立马询问地下室在哪 等到赶来后 眼前的荧幕直接把队员吓蒙圈了 只见保姆已经被毒蛇咬伤 身边的地上爬满了毒蛇 消防员马上回到车上 拿出驱蛇的毒气 对着地下室喷了起来 毒蛇受到刺激离开了房间 队员这才有机会抢救保姆 在消防员的卖力抢救下 保姆成功停止了呼吸 那么问题来了 你害怕毒蛇吗 一架飞机降落在了高压线上 飞机旁边就是上万幅的高压点 飞行员立马拨打电话报警 消防员以闪电般的归宿赶来 看着头点的飞机 消防员也蒙圈了 他们从没见过这种情况 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应对 队长掏出手机想要呼叫救援 可有电池拨的干扰 手机也已经没了信号 队长用队长机联系飞行员 得知飞机上总共有三人 其中一个人还患有心脏病 没有办法 队长只好让队员铺开气垫 让三个人一次跳下 虽然已经通知断了电 但是残留的静电威力还是相当的大 飞行员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纵身一跃跳了下去 可轮到女人时他却犹豫了 不是因为女人恐高 而是他舍不得自己患有心脏病的老公 消防员安抚他 只要他跳下来 自己就可以想办法救下他老公 可女人还是不肯跳 老公告诉他 让他想想我们的女儿 没有办法 女人只好鼓起勇气跳了下去 为了保护队员们的安全 队长亲自穿上防护服 戴上绝缘手套 从高压线上朝着飞机爬去 来到飞机上以后 队长先给男人穿上静电服 准备从飞机上跳下 队员看了眼电线 电流已经越来越大 由于男人患有重病 只能用吊绳慢慢掉下 而眼看电流开始变大 队员们开始担心队长的安全 在男人安全降落后 队员们赶紧把男人拉走 承出气垫位置给队长 就在这时 电流已经向飞机跑去 队长立马从飞机上跳下 身后的电流也正好到达 队长安全的落了下来 那么问题来了 你坐飞机时出过室吗 一条浑身是血的疯狗 正在攻击两位女孩 女孩被吓得躲在车顶 一动也不敢动 女孩的父母也躲在屋里 不敢出来 消防员立马赶到了现场 看到对面的疯狗 他先让女孩不要乱动 队员建议用电击枪 直接打死疯狗 可悉心的队长发现 这条狗的毛没有竖起来 并且耳朵也是垂下的 还在原地转圈 这说明狗狗并没有攻击意图 队长段年应该是受到了惊吓 有了这个想法 队长只剩一人走到狗狗面前 果然 狗狗并没有攻击他 队员们趁机把两个女孩救了下来 交给他们的父母 而队长检查以后发现 狗狗身上并没有伤口 那他为什么全身失血呢 就在这时 狗狗突然跑到了农田里 消防员感觉不对劲 立马跟了上去 在路上消防员发现了地上的血 接着在一颗铲车面前 发现了被压在下面的男人 男人的双腿已经被刺穿 男人解释说 自己在检查机器时 机器突然视灵压了下来 把自己双腿困住 狗狗发现以后 就赶紧跑去找人救援 消防员立马开始营救 他们先把铲车抬起 几人合力把男人拉了出来 然后给他检查伤口 急救员发现男人的双腿没了知觉 并且血液无法进入血管 如果不赶紧救治 男人就会变成残疾 狗狗也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医生先给男人减压 让血液能够回流 然后开始给他做手术 在医生的卖力强救下 男人终于保住了双腿 狗狗也似乎听懂了话 马上跑过来舔他 那么问题来了 你家的狗有这么懂事吗 国外的外卖小哥态度真的好 可小哥出来的几分钟 还是没人回应 他以为是家里没人 可透过玻璃一看 女主人正躺在地上抽搐 如果再不进行急救 女人很可能就会去求 小哥立马拨打了求救电话 跟接线员说明了情况 接线员通过查询资料 发现女人是一名独居女性 并且患有严重的糖尿病 现在很可能是发伤的低血糖 只要小哥冲进去 给女人注射葡萄糖 就可以把女人救活 可着急的小哥根本不敢进屋 因为这样做是犯法的 但是为了救人 小哥还是决定试一下 结果由于本人太瘦 小哥踹了几次都踹不开 接线员教给他一个方法 让小哥转过身背对方门 然后抬起右边的左脚 用力往后踹 果然 小哥成功把门踹开 接着他赶紧来到女人身边 发现女人脉搏非常快 并且身上高超36.5度 接线员断定这就是低血糖的症状 一般病人家里都备有药 在小哥的寻找下 终于找到了包里的葡萄糖 他按照接线员的指导 成功注射进了女人体内 仅仅过去了两年 女人很快的苏醒了过来 可他看到面前的陌生男人 以为家里进了劫匪 于是迅速拿起身边的电机器 狠狠按在小哥身上 小哥直接被电得晕死过去 接着女人拿起电话报警 说自己家里进了劫匪 现在可能被自己给垫死了 可当接线员看到地址 发现和同事刚刚的案件是一个地方 于是同事立马转接了电话 告诉女人刚刚发生的一切 女人听到后十分后悔 由于自己的过度担心 把自己的救命恩人给垫死了 他赶紧给小哥做人工呼吸 小哥却没有一点反应 就在女人已经绝望时 消防员赶到了现场 他们立刻给小哥做电机 在已毒攻毒的治疗下 小哥终于醒了过来 让人没想到的是 单身四十年的女人 却因此爱上了外卖小哥